根据目前的防控方案,无症状感染者并不记入疑似病例或者确诊病例,但其实针对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管理其实在早前就已经启动。 从1月28号的第三版诊疗方案开始,要求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与疑似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、确诊病例一样进行网络直报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进行报告。 同时要求无症状感染者应当采取集中隔离14天或者隔离7天后核酸检测阴性可以解除隔离。 其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为与无症状感染者末次接触后的14天。